立委收贿案现在又多生压艺人了 他是陈超明办公室主任梁文一 日前被检调约谈 才以十万元交保后传 没有想到今天凌晨再次被检方紧急传款 原来检调这一次发现 他交保后疑似跟证人有接触 涉嫌灭阵串中 而检方漏页针讯后将他申请羁押禁件 另外徐永明收贿案中 家中的三百万不明现金到底从哪里来 现在也被爆出了 原来是他向中央高层借款要来筹措党费的 而这个中央高层也被影射是交通部长林嘉隆 不过对此林嘉隆驳斥斥 认为这是不实的传闻 前泰流公司董座李恒隆三天内 两度遭到台北地检署提讯 因为传出立委收贿案中 白手套郭克敏已经转为污点证人 限调要就两人供词详细比对 另外陈超明的办公室主任梁文一 凌晨也被检方请及传唤 戴着口罩不愿多谈 梁文一先前才被检调查出出席泰流公司的公厅会 还疑次担任中间人转交了一百万汇款 七月三十一号他第一次遭到约谈 讯后以十万元交保 没想到交保期间 他疑次和证人接触想要串供灭阵 检方得知赶紧传唤他导案 而经过复讯后 检方认为他涉嫌重大 已经申请羁押警戒 另外前时代力量党主席徐永明 先前也被搜出家中藏有三百万现金 检方询问时他却口误说是五百万 疑次星期多报了两百万 随后就说这笔钱是去年借的 要用来筹筑党费 检调质疑为何一次可以借那么多 徐永明说因为借出的人是他学长 而且学长是中央部会的高层人物 不过检调查询银行账户后却没有发现提款记录 怀疑这笔借款不单纯 而这名学长也被影射市交通部长林家龙 对此交通部也回应从未提供借款 也未协助募款认为是遭到外界不实指控 没有引述消息来源的一个刻意影射 那令人遗憾 这是立委说会案现在又多深压一人 梁文一是否跟陈超明一样会被送往台北看守所 就等级押庭裁定结果 记者称赞后正轮台北报道